但是为了避免太多人想奔着中国移民 肯定的 因为咱们中国现在蒸蒸日上 很快就瞒不住 很多人就会拼着面的奔着中国来哭着喊着 您现在在广州 很多黑人朋友来了就不肯走 这又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一定呢 要做什么 低调做人 对 不能没事的 就炫耀 太高调 这个不好 所以最近 就在这个 Cora 就是国外的知乎上面 有这个 一个老外 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非常的精彩 对 而且回答的也很精彩 这个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哎 这个问题什么呢 问的是 中国有高速公路吗 而且他是很真诚的问的 问了一串 说中国的路长什么样子 有高速公路吗 对不对 中国人开车吗 等等等等 你看 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呢 大家立刻就觉得 这个激情上涌 就要教训他 说你这个无知的人 我们中国路可多了 我们还有高铁 我们有这个那个 这个呢 我觉得就 就就没有必要 你可非要跟他 炫耀这干嘛呢 对吧 我们不如顺着他心意吗 对 所以 就在这个 国外的知乎上面 很多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网友 纷纷的 来给他 进行战略忽悠 对 有一位中国网友说 说中国有句谚语 交通基本靠走 通信基本靠吼 取暖基本靠抖 治安基本靠狗 高速公路 根本没听说过 对 另外一位姓陈的中国网友 他说 当然没有 中国人正生活在 水深火热中 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来维持生存 所以只能吃狗 我们没有衣服 只能用草来治癌身体 我们出门 只能骑自行车 太惨了 连汽车都买不起 所以我们没有高速公路 车都没有 要路干嘛 对 所以综上所述 帮帮我们吧 快把民主自由的光 撒向我们吧 对吧 说起来我都养不起自己 我怎么还能上网 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这个事编不下去了 对啊 然后 另外一位也开始 姓杨的中国网友 说 我们中国只有富人 才骑的行马 才有资格坐马车 所以我们当然没有 高速公路 他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Steven 陈 他说到 什么是高速公路 我是中国人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 见过哪怕一米的高速公路 一般来说 我想去哪都靠走 运气好的话 有骑马的人烧我一程 富人一般出行靠轿子 就是被很多人抬着走的那种 对 对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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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很带劲了 然后最厉害的 是有一位 这个这个这个 姓李的中国网友 他的回答 他就说 他说我们中国吧 不靠高速公路 我们靠什么 我们靠飘浮 在中国啊 体育是必考高考 必考科目 而一个重要部分 就是操控体内的气 让身体飘浮起来 对 所以说 然后他专门贴了图 说大家请看一下啊 说这个中国的学生 对吧 正在练习什么呢 正在练习 冥想 说他这个冥想的效果好了之后 他就可以漂浮起来 说这个呢 是一个女孩正在参加考试 高考的中国学生 他的考试项目就是漂浮 他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啊 从考场到泰山的山顶 漂浮一个来回 否则就拿不到高中毕业证啊 天哪 说是这个 你看这就是一个练得很好的女孩子 他就能够靠气 靠气呢 就漂浮起来 就飞了 对 还中国的高僧 说这个高僧都能够 都能够飘浮 他们为什么叫高僧 就因为他们飞得特别的高 然后讲到说在中国呢 也不是事事都那么顺利 偶尔飞得太高 然后帮 摔得很狠 这个也是有的 对 然后说他 这个是中国的士兵们 在集体上飞行课 对 你说他们这个还需要什么高速公路呢 然后居然就有国外网友 新加坡网友来凑圈 说对啊 所以那个中国人他们都是腾云驾雾的 但是这个时候 有人大差 有到过中国的外国网友 说不对 中国有高速公路 有的 还有很大的桥 甚至贴出来了重庆的高速公路桥 你看这个就很不好 这个就让我们穿帮了 就是让人家愉快的认为 我们这什么都没有 对 然后你们在那 我们时不时给你们送点泡面去 大家 和谐共处 多好啊 对啊 这个呢 是咱们对外 该谦虚的一定要谦虚 是不是 咱们网友也学会了 这位说中国领土面积那么小 要高速公路干什么 还说我们这有雷公 诶 掌握了吧 各位 这个叫做战略忽悠 好 这个叫做战略忽悠